今天传出来所谓一度互相开火的消息 目前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证实 不过关事像紧绷了将近十天 全球的物价已经受到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能源 毕竟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二大产油国 在英国要调整能源价格 那边开暖气都变得更贵 使得英国的民众忍不住上街抗议 它公布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5.5% 这是英国近30年最高的一个数字 阴央很有可能会在3月份第三度升息 今年2022才刚刚过两个月 那么英国央行已经不得不采用这个手段 而在法国基本的民生物价一样暴涨 八成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消费力减弱 因此开始改变非常勒紧裤带的生活方式 大声鸣笛高举抗议标语 英国各地群众涌上街头 但他们不是为了反疫苗或防疫限制 而是不满生活开销越来越难负担 雪上加霜的是 政府还在这个时候宣布另一波能源价格调涨 看看英国当局最新公布的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5.5%飙上近30年新高 然而更糟的可能还在后头 这个月初英国央行才把通膨预测再上修 预计4月会飙上7.25%左右的高峰 而打从去年12月以来 英国央行已经升息两次 把基准利率从记录新低的0.1% 调升到0.5% 如今市场普遍预期 英国央行会在3月17号开完下一场会议后 宣布第三度升息 副价飙升 人民生活难过的还有法国 目前有多达八成的法国人觉得自己消费力减弱 让不少消费者改去更便宜的超市采购 减少娱乐活动 并降低给爱车加油的频率 以最平常的意大利面来说 由于其他作物收成不好 预计今年意大利面的价格还会更贵 物价暴涨的背后 全都指向迅速飙升的能源价格 因此不止欧洲国家受害 一份最新分析警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将进一步推升已经居高不下的 美国生活开销 经济学家认为 届时所有和能源相关的成本都会上涨 加上俄罗斯又是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而原本的供应量就已经跟不上需求 看看全美平均汽油价格 又在周三飙升每加轮 3块5亿美元的七年新高 一旦侵略行动或制裁阻断公油 油价只会继续攀升 还会影响到机票价格 以及大众运输交通 分析师则预计 国际运油价格很可能飙升到 每桶110美元 届时将会把美国的通膨年增率 推上10% 能源价格成了各国高通膨的原修 也让全球几间主要能源机构 紧急在周三聚首召开论坛 除了讨论需求反弹 和价格上涨之下的原油趋势 国际能人署IEA的署长也喊话 要使由输出国组织OPEC 和他们的盟友OPEC Plus 尽速缩短产油目标 和实际输出量的差距 从优势股市到民生消费趋势 持续受到乌克兰情势牵动 不止全球央行密切紧盯 各国消费者也绷紧神经 TVS 众国报道